欢迎来到加州江泰公频道 大家好,今天是一大早吧 大概是在七点钟左右 我在拉斯维加斯的房车录音地 给大家录一个视频 再过一会儿我们将带着我们的房车 到科罗拉多大峡谷 我再给大家汇报一下 昨天我在 前天了,我在沃尔玛去买的衣服 这件衣服 特别好,26刀 里面这个衬衣 好像是个十五六刀吧 很便宜,挺好的 买了好几件 加泰公现在到美国这么多年来 已经不追求名牌了 只要实用就好 然后早上一起来 我一醒,大概是六点钟左右吧 我看到了一个新闻 让我真是的 跟我以前预料的一样 央视新闻网 CCTV联合推出了一个大型节目 就叫人民领袖习近平 这个是我们以前就评论过的 因为在我们中国经历过的这个五任领导人 应该说准确的来说 应该你看毛主席 华国锋,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 第六任是咱们这个习近平 但是后三任 他们没有给自己搞一个尊称吧 基本上都是以同志来称呼 代表的一种清明 然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 基本上是他们走的是邓江湖路线 是一种改革开放的路线 就是经济上面有效的改革 对外的交往上面也进行一个开放 是一个有限的在经济层面 那么在政治体制这一块 基本上就动得不太多 但是到后面 江泽民这一块就开始 大家本着一种发展的目的吧 闷声发大财 当然也有很多问题 但是国家的经济确实是增长了 把这个中国带到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那么习主席上台以后 就有很多改变呀 首先他取消了连任制 自己来了一个终身的一个领导人 可以说就成了皇帝了 然后对自己的称号这一块 反反复复 曾经有人喊过习主席万岁 但是这个官媒遮遮掩掩 然后还有地方 就是最早前几年的贵州 挂住习主席像习主席万岁 也被叫停 但是我们还说这是不是他觉得这个实际不够成熟呀 才把这叫停 那么在他执行的这七年来 大家陆续看到他不断地说不忘初心 共产党员要牢记初心 那么是什么呢 现在基本上大家搞明白了 可以说一部分人搞明白了 他就是要回社会主义 他就是要搞老毛的第二版本 到今天这个终于给叫出来了 个人的尊称终于叫出来了 叫人民领袖习近平 那么我们再看 以前是怎么称呼的呢 伟大领袖毛主席 英明领袖华主席 接到这儿成了人民领袖 接到这儿就成了人民领袖习主席 你从这个称号上你就能看了 他是把自己跟毛主席画到一波去 因为这个里面你看啊 老毛他当时搞了一套路线 他给这个华国锋交权的时候 说的你办事我放心 那么华国锋上台以后 说了两个凡事 他是坚持毛主席路线的 他就说凡是毛主席说的话都是对的 凡是毛主席交代的事情 我们都要去做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一切按照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去办 抓刚治国 那么他只干了一届 然后就被邓小平他们给搞下去了 进入了一个改革开放 以防未处旋律的邓江湖时代 那么你们现在看看这个称呼 他是跟谁战队站在一起的 他是跟老毛站在一起的 他没有跟邓小平他们站在一起 这个就是更加明确了 他要反对与邓小平为守的这个 反对与邓小平苍道的这个改革开放 而是要走回头路 不忘共产党人的出现 共产党的初心就是什么 就是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嘛 共产主义是天堂 社会主义是桥梁 咱们先回到社会主义 把社会主义弄好 进一步咱们进到共产主义 所以他说这个称呼上 他是跟老毛 站到一对了 大家就能看清楚了 很快就会打出 从社会主义道路的那种口号 估计就是社会主义2.0版 咱们拭目以待 然后这个当时他 开始搞个人崇拜的时候 唯我独尊的时候 我太太就说 这要走回头路 不忘初心 很快就会 批邓 批江 批老胡 当时我们都觉得 这是一种政治笑话 一种预言 从现在来看 这个情况很快就会出现 那么就是 重回老毛的路 然后开始否定邓小平的路线 就是进入到 批邓 批江 批老胡 然后这边高喊 我们跟着人民领袖习近平 大步的奔向社会主义 从今天的央视网 CCTV的正式的 喊出这种口号 大家去想一想 是不是离这个时代不远了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 谢谢